好类关心是国民党出损过后呢 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火速飞往国外来沉浅 那么历经了半个月之后 郭台铭总算在下午的2点50分搭乘专机回到台湾 但是呢下飞机之后郭董是火速离开 并没有在媒体前来露面 郭台铭的幕僚也出面证实 郭董这次回台没有跟任何人来联系 只有连幕僚都是半个小时前才接获了专机通知 距离总统大选值限下不到半年时间了 那么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下一步怎么走 外界都在关注 只能看到如果呢跟这个柯文的结盟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 根据绿党的最新民调显示 要是郭柯联盟会有32.4%的支持度 你看到这个数字哦 不只赢过了蔡英文更是大胜韩国语 高崇气爆五周年 那么高崇市政府晚上的这个纪念会呢 会中的点灯祈福仪式 完全没有看到气爆受害者底下 罹难家属的座位还被排在市府官员的后面 也被外界解读 这真的是把晚会当成造势大会 现在2020年总统大选时间越来越接近了 但是呢中国的央视竟然罕见的证实 从8月1号开始要限缩路客来台自由行 当年2016年的时候台湾的总统大选 那么限缩来台自由行的旅客只是放风声 但是这回竟然是罕见的 透过了官方媒体大动作证实消息 另外外传呢不只影响到的旅游业 就连影视娱乐产业呢也合作要喊咖 江苏卫视在8月1号不再跟台湾艺人 还有宣传等等合作 但是这个消息随后呢是被否认 国安局试验案涉案的层级又再度提高了 外传团国名单当中有议员是少将 前调接下来传唤的对象锁定了 永和警卫室外卫室的主任陈毅夫 还有内卫室的主任林国卿 因为呢只有他们两个人是少将 专案小组已经在三天之内 就训了80名的国安局军事官 另外也大规模的约谈了华航的职员 其中包括搭走私烟便车的两名员工 至于外界最关注的高潜 前资深副总罗亚美 还有前空品处的副总 求张信最快8月1号就会传唤 真的是最坏生叫 好来看到呢 这是一名女子带着一个小女童 走进了埔里的娃娃机店 刚开始还头衔夹娃娃 但是一直没有夹到 这个女子竟然叫小女童 直接钻进了偿宽约30公分的取洞口 把玩偶给偷出来 小朋友偷东西 大人在旁边把风 这么离谱的行径 全被上面的监视器拍了下来 也让业者真的是看傻了眼 再来是一名妈妈 载着女儿闯红灯 结果被绿灯执行的车辆当场撞上 机车被撞飞了好几公尺远 女骑士的小女儿还一度受困在车底下 男人身上都有骨折 还好能送一治疗之后 暂时都没有生命危险 华航最近po出了一个地情的真才文 让很多人都吓傻了 因为他们要求的报考条件 不是大学毕业而已 是研究所毕业 而且不同以往 说过去多亿只要550分到600分 今年一次提高门槛到了750分 创下了国内航空地情的最高门槛 上面甚至还特别著名了 说官说永不录取 对比最近私人案外传罗亚美式空葬部队的说法 是个外讽刺 澳洲科巴姆航空在三小巷发生了一起意外 一架载有62名乘客的民航机 在博斯机场因为下车失灵的关系 撞毁了塔台 所幸这次意外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馆长陈志涵杠上欧欧集团的董事长蔡衍明 这战火是持续延烧 三十号的晚上官长在直播节目当中透露说 他准备要跟厂商合作推出一款汉汉先辈 还露狠话要让旺旺的起家事业给人间蒸发 跟开枪说不要拿中国大陆红色的钱 为台湾人吃红色米果活力全开 这个所谓官长口中的汉汉先辈 这个合作 台湾MIT的叶晨曾经透露说过去为了理念 不惜把代理食品每一年的营业额 一亿五千万元往外推 带你来看 来看到轻松话题了三大歌王 周杰伦 肖敬腾与林俊杰私下交情很好 近三个人深夜相约在新鲜公园的篮球场 斗牛打球的英姿也被同样在场的艺人 怀球给PO出 影片当中看到三人投篮是百发百中 让粉丝们看得相当过瘾 好 接下来看到这个创业故事呢 这位老板叫做王伟旭 他卖鱼的同时竟然也经营了半导体公司 他是台积电 联电等半导体大厂的设备供应商 因为老家在高雄捕捞鱼货 让他萌生了要跨足食品业的想法 反正盖了加工厂 开超市跟开餐厅 把自家渔船所捕获的海鲜 做成了各种少见的鲜鱼食品 就连张忠谋都三度邀请他 承揽台积电的团扇 光是水产公司的营收就有2.4亿台币 政治话题来看到的是 郭粉在台中七期成立了 郭台铭参选总统联署站 为郭台铭选总统搜集联署书 原本是定在29到30号两天时间 但是呢 31号郭台铭回到台湾了 因此多延长一天 不少人顶着大太阳来支持 那么郭台铭粉丝老虎军团的成员说 台中厂在8月2号 3号 4号 会再次进行联署活动 其他地方也会设置联署站 目标是一个月内在全台联署超过50万份 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 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 到底要不要宣布参选 将与台北市长柯文哲合作呢 而是从7月份开始呢 郭台铭宣布脚足总统大位开始 双方阵营早就有密切联系了 除了郭台铭的儿子郭守健 居中担任药角之外 传出台大医院的大佬 更是促成了双方合作的藏进人 如今两人将以策略联盟的方式来对抗蓝绿 柯文这一方面也能继续为2024年铺路 也让2020的三角都大战更有看头 来关心两岸焦点了 中国大陆官方将在8月1号 就是今天开始暂时取消47座城市申请来台自由行 那么这个影响所及呢 观光业当然是首当其冲了 屏东肯定旅游业者大喊没饭吃了 高雄的旅行社老板更不会言 百公百业都会大受影响 之后民进党的议员强调说 韩国瑜上半年出访港澳声下 如今对照这项线缩政策 犹如是打了韩国瑜一个巴掌 好吃的美食要来看到 在台北市闹处有一家 隐身在地下室的客家餐馆 每次用餐时间都是挤满了人潮 满满一桌菜竟然是千元有找 平价的餐点成为了上班族的喜爱 特别的是这里的客家菜 扎进了创意 一般的卷饼是包牛肉 但这里扎进了客家的咸猪肉 这里还外面吃不到的累茶锅饼 把客家传统的累茶做成馅 包进了马薯包进这个饼皮里面 浓浓的茶香吃起来 不会很甜腻 很特别 香港接二连三的游行 那么看到是团结香港基金主席 董建华说运动组织台美 可能是幕后推手 而就在中国大陆八一建军节的前夕 31号官媒呢 在他们的微博介绍了 驻扎在中国最南端的陆军 第74集团军 是钢铁部队 特别点名了就是辟邻港澳 所以可以镇守南境 当天晚上还举办了解放军 驻港部队建军节的招待会 特首林郑月娥也现身 我来看到有一句话说 有钱是可以任性 现在连超度也可以指定 VIP的私人超度 这是农历7月份即将到来的关系 陆港的地藏王庙 今年的中原普渡法会 最多人报名的是超度英灵 有7000多组报名中占了4成 有将近3000组 有些贵妇还是民众呢 要专程指定要私人超度 也就是说单独的办法会 虽然比一般的法会贵了三倍 但是个人隐私可以得到保障 有些人还是愿意花这个钱 位在台南沿水的南融科技大学 日前呢 教育部才是必须要筹措出一亿资金 这个在31号就是最后期限了 董事会依旧没有办法筹措到这笔钱 也就是说学校即将要停办 53年的历史划萨 最典造方目前除了安排 全校800多位的学生来转学 以及安置了走实位的教职员 基欠的2400多万元的薪水 将等待新的董事会来解决 外国最新一期的科学期刊 指出关岛的珊瑚群 正面临了死亡威胁 过去四年在关岛已经有超过 三分之一的珊瑚因为水温上升而死亡 不光是在关岛 全球各地珊瑚同样受到了海温上升的严重威胁 虽然能够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 但是全球暖化恐怕不是关岛或是澳洲政府 能够自己解决的问题 来关心一下各地的天气资讯 感谢您今晚的加入 我是宇权许言晚安 我们再会